這個我怎麼來賣 不是這個點沒有我這個印象 這是我開發的 這是印尼雞 吉祥物 鳳凰飛走了來一隻雞 就是何錦龍幫你選舉的 來加油 市長 想先問一下 你剛剛跟郭台銘同台 不過兩個人互動似乎有一點點的 不會啦 很好啊 他昨天晚上才從美國回來 應該去美國找川普談一些事情 那你有跟他討論什麼 有跟你講 因為這個公開常常有時間討論 要討論都是私底下另外找時間談 陸城有私底下有約了嗎 他昨天晚上九點才回來 不過其實兩個人互動看起來的確有點尷尬 不會啦 不會啦 你們兩個沒什麼互動 然後李靖寧在講說你們兩個有矛盾的時候 你在旁邊反應很大 蛤 你剛剛在旁邊反應很大 剛剛李靖寧說你們兩個郭柯有矛盾的時候 不會啦 那有什麼矛盾 還好啦 這個其實我跟你講 人活在世界上不可能百分之百相同 所以這是一種新的政治理念 就是說可以合作不能合作 要有不同的地方就各自做 這很好啊 所以不會啦 我發現郭台銘是大老闆 我發現這個 我私底下跟他接觸 我覺得這個人 他可以當那種世界級大老闆 還是有他的理由 市長另外想問一下 您怎麼看這個張善政 他說蔡英文沒有當過父母 所以不懂怎麼照顧小孩 然後之後被人家批評之後 他扯說他是理工男 所以他才會講這種話 市長還是理工男嗎 市長還是理工男嗎 我當然 換媒體啦 市長你市醫工男跟你陳 你講過在台大醫院病房跟護士講的都會有一些開玩笑 那更糟糕 有一點威許同工之妙 沒有啦沒有啦 我跟你說 不過我實在是在講過 他跟林靜宜兩個都連續失誤 不然是這樣啦 選戰之間本來就會有時候會失誤 這個大概就這樣想就好了 有時候會打仗你不要考慮 不要想說打一場選戰從頭到尾都沒有犯錯 這太困難了 市長你那個民眾黨有可能舉辦選權資源嗎 我們就在想啦 這個選權資源問題是要辦在哪裡 後來他們說 哇好像那個可以用的地點大部分都被用光了 大家都上去登記 還有一點啦 辦傳統的造勢 也不太容易 坦白講 早上光拿到這個100萬 那是支票 要看到錢才算 有想好怎麼用 唉呦我跟你講 現在這種最小一般辦一個造勢 常常300萬就不見了 現在捐款有略嗎 沒有啦我覺得是這樣啦 老實講這次我沒有很刻意去募款 而且我很堅持說一定要走那個網路這樣小額募款 我就不太想說那個大筆的 不過這樣啦 我也在想喔 有多少錢就做多少選舉的花費啦 因為老實講喔 我還是不太贊成這種去找一大堆錢 來 我還是我個人的信念啦 選舉費用太高是台灣政治的敗壞 所以那個如果選一個總統要花幾十億這樣喔 你想想看我花幾十億那錢怎麼來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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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我今天是替那個台中 台中那個謝文青在聊天嘛 我說如果有你看如果有候選人他是負債上億的來選舉 我一聽就說如果我是老闆我要不要顧一個負債上億的來當你的部下 我嚇就嚇死了 這樣怎麼看何錦隆這個選舉 怎麼看何錦隆這個選舉 有人說這是未來的台北市長的職責 謝謝謝謝謝謝我會加油喔 還是2024我們先柯文哲來上啦沒問題 好最後啦 好啦好啦 這樣你怎麼看這個選舉 沒有啦這個老實講喔 這個這個就是一種怎麼講那種藍綠兩黨很無可不可諱言的還是很強大的資源 那當然 不知道我想目前這種台灣這種單一選區兩票制 在區域特別在區域立委小黨要出頭很困難 然後在部分區他有個5%的限制你知道嗎 所以 的確很 對這種第三所有第三勢力或小黨要出頭的確相當困難 不過是這樣啦 凡事總是凡事起都難嘛 那就是我也覺得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我在記者會講說我們成立到現在也不夠四個月嘛 坦白講應該正確講三個月 因為那個政治可以開始招黨員到現在三個月 所以穩紮穩打 暗部就要穩紮穩打 阿昌就好了 大候選人 不過這個郭董說他之前是先前是說他要幫蔣萬安來站台 那會不會心裡有些激烈 不會啊我一直強調歡迎郭台銘董事長站台主持何錦榮跟蔣萬安公開辯論政策 我相信這符合所有選民的期待 謝謝郭董對不對 所以如果他不來幫你站台沒有關係嗎 我也會一起到啊我覺得郭董可以推薦所有優秀的年輕人 何錦榮跟蔣萬安有選民經過辯論之後做最後的決定 如果郭董不幫何錦榮站台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的事 你想想看喔我們常常是這樣啦 其實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 他也不見得主席替每一個候選人百分之百去站台 說這蠻正常的 OK上工作 我有柯主席幫我站台對不對 沒問題謝謝 小心喔 辛苦了齁 謝謝